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針對鄭州園區的疫情狀況, 鴻海集團今日發出4點聲明,就說在園區和當地政府的防疫下, 疫情已經初步控制,30號起有意返鄉的員工, 做好點對點有序返鄉服務,集團亦都會協調其他園區的產能去做一個備援,降低可能的影響。 而中國的河南鄭州的疫情是波及到富士康的廠區, 鴻海集團主要是製造蘋果iPhone智能手機和零組件的河南省鄭州園區, 近日不發員工大規模塗爛式徒步回鄉下的事件。 鴻海科技集團在今日下午4點發出聲明, 就集團知道現在在疫情情況下如何做好園區20多萬員工的照護和安全保障, 說下一場持久戰亦都是關注度外界對鴻海富士康的關心, 希望各位給一個理解和支持。 鴻海表示照顧員工是集團經營的首要原則。 當前在當地政府指導下, 集團鄭州園區持續落實防疫措施, 實施閉環管理,點對點通勤, 及每日核酸還有礦源篩檢, 免費為員工提供3餐, 就有前24小時關外熱線, 志願者服務等員工關外措施, 亦持續為員工提供最新防疫訊息及酸道。 針對園區入的員工, 鴻海就說, 在符合防疫安全生產規範之下, 就會是全力保障員工生產安全及健康照護, 亦都是要由政府去統籌管理外心觀察區的員工, 會盡最大努力持續協調當地政府為員工提供必要藥物及生活保障。 這就是鴻海方面的聲明, 亦指出, 廠區內相關物資供應無問題, 因為疫情逐步穩定, 當地政府同意修復堂食去提高員工生活的便利性及滿意度, 同時針對有部份有回鄉下議員員工, 原區已經聯合當地政府統一組織人員及車輛, 在10月30日做好員工點對點有罪反鄉服務, 鴻海亦指出, 集團的鄭州園區和當地政府配合防疫園區逐步控制之中, 集團協調其他園區產能做支援。 而其實之前網上流傳說虎視康很大批員工就因爲疫情逃離工廠, 然後才會演變到現在官方協調點對點, 其實主要就是這些員工咁咁咁走, 要是他中個招, 要是搞到整件事好肉酸, 官方才出手。 而其實如果不是他們自己咁咁咁走的話, 可能官方都未必會有一個咁咁點對點的服務, 再加上其實李虎視康這個園區都有成20萬人, 如果咁咁雜集體出逃, 我當你走三分之一人, 那裏都幾萬人的, 其實是幾拿命的, 對於鄭州會邊的政府來講都應該幾頭癢的。 好啦,那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, 下邊留言咁咁下集再見咁,拜拜!